那么再讲个笑话好吧 其实我觉得学佛要发喜 要开心 说的是现在的女孩子就知道要有钱 要让我随便花 要有钱 所以她们的脑子里满脑子是这些东西 说这个笑话是有个老公问她老婆 老婆 你喜欢什么花 这老婆羞答答地说 我喜欢两种花 老公说 拿两种啊 我送给你 老婆小声地说 我要有钱花 随便花 结果那个老公听了之后 想想就说 老婆 你真美啊 老婆说 我哪美了 老公深情地说 你想得美哦 所以学佛人 我们一个人不管怎么样 要有气度 要有修养 要能够忍耐 所以人要记得问君哪得清闲在 我们有缘至天上来 今天能坐在一起的都是上辈子我们修来的佛缘 你们一定跟观世音菩萨上辈子结了善缘 好好地学佛修心 等待我们的将来越来越好 记住一句话 好人一生平安 谢谢大家